现在呢是苗栗大湖的草莓旺季 各家果园的红色草莓相互较劲 在空气当中都飘着浓浓的草莓香气 草莓虽然多汁甜美 却容易有农药残留 不过在大湖有一对夫妻干脆不撒农药 采用的是无毒栽种的方式 还花了五年的时间 调配出了一种营养果汁给草莓喝 结果呢长出来的草莓是又甜又脆 还通过了三百多种的农药检测 成功挑战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此外呢在这个无毒草莓园当中 还有隐藏版的美食 那就是用炭火熬煮的草莓酱 这里头呢吃得到整颗果粒的草莓 甜而不腻 一推出就获得了顾客的喜爱 燕红草莓 娇艳玉滴 是苗栗大湖香冬季最梦幻的颜色 会有客人说草莓比较小吗 会 会 我说没办法 种栽种就是这样子 让它自然长大的 秋中争的草莓园坐落在翠绿环绕的纯净古地 远离喧嚣也远离农药 夫妻俩大胆采用外人眼中不可能的无毒栽种 种草莓的朋友啊 他们就说你这样做 总是要先顾自己的饭碗啦 那你这样子做了这么多年 你也没有赚钱 你还要坚持什么 他们会这样子讲 他们也是好意啦 这样子 可是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怎么可能没有撒药 一定有偷撒 他们就这样子想 不顾同业之间的冷言冷语 邱中贞和太太闷着头默默地做 只是草莓天生娇贵 一碰到水就容易烂掉 长虫 一般农药撒的都比较多 因此草莓往往是农药残留率最高的水果之一 邱中贞花了五年的时间才克服了病虫害的问题 灰梅 灰梅不叫不好哭 因为它连梗 它有传的隔壁 只要靠道了就会 靠道就会 接触传的 对 对 对 我有做的想要哭 做的想要哭 看这么多虫很想哭 虫 还有烂掉 烂掉 它烂的时候是烂很多 这整区都没登场 全部烂光光这样子 一度我们就想放弃 不想还是回去修车子 不是修车子 就是想说跟外面一样 做一般的栽种这样子 原本在外地开修车场 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 邱中贞老板不坐 回到大谷老家跟着种草莓 妈妈身体不舒服 所以后来就乡下做 我想刚好传递 这边苗栗大谷地区 可以种草莓 后来想一想 干脆改行好的 这场做怕了 而且也涉胀被涉怕了 然后压力比较大 我先生很认真 他一直在研究 去找 翻书那些 他说他以前读书 他都没那么认真 现在要种草莓就很认真 对啊 家里有生病的妈妈 夫妻俩决定不用农药 坚持无毒耕作 前几年没收成 积蓄也几乎耗光 还好秋中蒸 及时调配出一款 能让草莓投好壮壮的有机肥料 解决断炊的危机 这是防豆粉 我们是用防豆粉 下去酿去泡 然后这个是海藻 海藻 这是砂糖 一般的砂糖 像这个防豆粉来讲 它里面有蛋白 有蛋白质还有蛋粗 海藻是左色 它甲肥比较重 然后可以增变 那他为什么还要吃糖呢 因为糖是要给菌丝的 糖是给菌丝 对 才不会坏掉 所以就这全部一起把它泡成 泡成有机肥料 对 给草莓喝 对 有时候我们也有加牛奶那些 牛奶 精心酿制的营养果汁 要让草莓喝还不能随便灌 得一颗一颗的做页面施肥 你们这个施肥的方式还蛮好人工的 对 因为它一颗一颗的胶 一颗一颗的胶 对 那他也吃得到 对 一个人浇水 一个人拉着管子 两人包办果园里所有的活 除草也得用手工 还好现在有特制的溜溜车 方便在园里移动 除草还要坐溜溜车啊 对 比较没那么辛苦啊 不然以前没溜溜车就蹲着 对 很累 以前都是用蹲着 像这个比较没那么漂亮的果实 把它栽起来 然后把它干掉不要的叶子也拔掉 全部都是要人工的 对 这机器没办法 让客人来采都有好的果实好采 还可以倒退 用倒退卤比较好吃 手在动脚也在动 全身都在动 对 一边倒退卤 一边拔掉杂草 一边验熟成果 好甜 在倒退卤的努力当中 几年的困苦忍过去了 终于无独果园长出来的草莓 又红又甜又脆 好吃 你吃 好脆啊 我们草莓是脆的 紮实 紮实 真的 通过368种农药检验的无独草莓 获得生计公司的肯定 甚至签约契作 网路宅配市场也卖出好成绩 除了草莓秋中正的果园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美味 用传统柴烧煮成的草莓果酱 从旺里冒出枯鼻香气 除了麦芽糖 什么都没有添加 天然的 只是颜色煮出来没那么漂亮 可是比较 生菜实际 全天然的手工果酱 吃得到整颗果粒 还有浓浓的果香 抹在吐司上厚厚一层诱人的粉红色 趁着满原子的草莓香气 享受简单的小幸福 此般甜美的滋味 亦如秋中正夫妻 丰富的心情 丰富的心情